來 五 四 三 二 大家好 我是李竹萱 大家好 我是林绿杰 欢迎收看小祖国看天下 请开新闻提要 夏日消暑圣品冰块 你遇上高温立刻消失于无形 如何让一顿重的大冰块 经过八天的风吹日晒 不完全融化 赶快跟着小记者 去看看神奇的冰块解密行动 吃饭用嘴 聊天用手 想要安静地吃顿饭吗 欢迎光临蛇宇餐厅 路上的车太多 空气污染好严重 请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并支持汽车共乘 今年的夏天真的好热哦 有时候都会忍不住想要开冷气 对啊 不过开冷气就会消耗能源 让地球暖化更严重 这样下去不就会愈来愈乐 最近在台北市青年公园的太阳能图书馆 有一个冰块解密的活动 冰块解密 冰块有什么秘密啊 你猜 一顿重的冰块放进格勒小屋里 经过八天的时间 冰块还剩下多少 嗯 天气这么热 冰块会不会都融光了 想知道答案 就请小记者带我们一起去解密吧 大家好 我是小记者花勇慧 在中秋廉价的最后一天 我们来到青年公园的太阳图书馆 今天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冰块解密行动 北极熊的冰山在融化 南极企鹅的冰原也在融化 那怎么样让它们不会无家可归 现在就跟我一起去找答案吧 炎炎夏日里 三十几度的高温 简直快把人给融化了 这么热的天气 也是冷气耗电量最凶的时候 根据统计 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总体能源 都消耗在房子的空调上 为了帮助民众了解 如何更有效率的使用能源 汉德学舍举办了一个冰块解密行动 想知道冰块有什么秘密 答案就在活动中 记者会快要开始了 听说今天有一位大任务 国际知名导演 吴念珍爷爷也来咯 我们赶快去找他吧 吴爷爷 那你平常都是怎么节能减碳的呢 第一件事情是 我家的电全部改成LED的 它都比较省电嘛 对不对 那也许我家住在山上 所以我们家用冷气用的很少 就尽量用电扇 就是很热的时候用电扇 像我办公室 我就把办公室的温度弄得比 那个室内的温度弄得比较高 以后我就弄到说27度 这样就冷气不用那么多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小朋友啊 因为没办法决定自己的家里 是不是绿建筑 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节能减碳 让那些北极熊跟企鹅不会无家可归呢 你们现在都很小嘛 对不对 比如说现在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如果不节能减碳 如果不节省能源的应用 地球可能软化越来越严重嘛 对不对 所以当你们现在有这样的概念之后 你们长大之后不管在生活上面 或是有一天你们当个官了 你们都知道说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 让台湾在节能减碳上面可以做得更好 对不对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 如何从生活中节能减碳 爱惜大地资源 吴念真爷爷决定以职生为号召 带领民众一起参与冰块解密的活动 希望把知识化为热忱 以实际的行动保护我们的地球 透过这个活动 你希望宣导什么观念或事情让民众知道 我希望就我们现在的很简单的 比如说一栋房子要怎么盖 让它可以节省能源 可以不用很多冷气 可以跟这个地球 太阳 水 空气 一起去和谐共存 今天冰块解密行动的主角之一 就是在我身旁的这个木头 隔热小屋 它除了外观的涂料是环保自然涂料 还有一个让冰块不融化的秘密武器哦 以木头建造的太阳小屋 体积4.08立方公尺 内部容积1.76立方公尺 最特别的是 它穿了一层母质纤维隔热材质的衣裳 不过这层隔热衣真的可以有效隔热吗 我猜放进去的冰块 经过八天后还会剩下百分之七十七点七五 不知道其他的民众是什么答案 赶快跟我去问问看 吴爷爷 那你预估今天我们不是要把冰块放进隔热小屋里吗 那你预估八天后冰块会有怎么样的变化 我猜应该剩下八天应该剩下百分之四十二点七五 我觉得最近天气很热 应该会剩下百分之三十 我预测剩下百分之八十八点二二 我自己的预测是百分之七十七点二一 我猜剩下百分之二十点二七 接下来就要进行冰块解密行动的重头戏 冰块几次 我们赶快一起去看看 在大家的见证下 七百五十公斤重的冰块被放进和热小屋里 猜猜看经过八天的时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这次的冰块解密行动中 除了有特制的太阳小屋以外 还有呼叫喵博士的小助理们 以保力龙、铁和木头三种不同材质来做实验 看一看到底哪一种材质比较隔热 小助理们先将三百公克的冰块放进烧杯里 再分别放入保力龙、铁和木质纤维三种不同的容器里 经过半小时后发现 刻出杯子的重量 木质纤维箱里的冰块剩下一百五十五公克 保力龙则剩下一百零五公克 铁锅剩下九十五公克 所以木质纤维箱的隔热效果最好哦 根据小助理们的实验结果 木质纤维的隔热效果最好 八天前我们把七百五十公斤重的冰块放进太阳小屋里 到底冰块融化了多少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在冰块小屋里面的冰块 还保留了八十点二五的重量在里面 等等答案揭晓 经过测量冰块融化的水 重一百五十公升 反推回去 冰块还剩下百分之八十点二五 你猜对了吗 中文的老师您好 请问你 冰块放进去太阳小屋里 经过八天后 还没有完全融化的原因是什么 看到我们这边做小屋的时候 用我们大家知道的木头盖的房子之外 我们事实上在做墙壁的时候 用了一个有趣的材料 就是我们所谓的隔热材料 这个隔热材料也是用木头做的 那它有在夏天特别好的隔热效益 这是我们特别适合在台湾选取的一种材料 那这材料也搭配了另外一种发泡玻璃在地面 让我们整个房子呢 感觉起来就像放冰淇淋的保鲤融盒子 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要举办冰块解密行动 我们在生活里面食衣住行育乐 在使用能源上面 我们在住这一项要用掉三分之一 那我们在住这个方面 我们又要想说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可以在未来的世界里面 有一个有效的能源方案 那我们就想到说用这个方法 因为大家都做过啊 我们去买冰棒 我们去买冰淇淋回家的路上 我们怕它化了 我们都跟店家要一个保鲤融盒子 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不会融化 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行动 让一些大朋友跟小朋友都可以注意到 其实我们在住这件事情上面 好像也可以做一些类似的方式 来帮我们节省能源 因为其实节约能源呢 是在所有能源方案里面最有效的方式 风头老师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可以有效的使用能源 让生活更舒适 当然有了 就好像我们现在站在一个玻璃帷幕前面 那我们只要把我们的 现在大家使用的窗子改成 像这种使用双层玻璃的窗子 或者呢 在我们水泥的屋墙跟着天花板上 装上一个有效的核热层 这样的话就可以很轻松的 帮我们节约大约80% 像在图书馆这样的能源 哇 没想到大家预估会融化的冰块 既然剩下这么多耶 真是太令人惊讶了 参加这个活动 让我了解到了节能减碳的重要性 也宣导了大家如何有效的利用能源 地球只有一个 让我们一起来爱护它吧 太阳小屋因为穿上一层隔热衣 所以减换了冰块融化的速度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眼露的大太阳就像烤炉一样 经常让人热的受不了 一起来看看环渤生活家们 如何透过绿化屋顶的空间 来达到隔热 简能减碳 清化空气和美化的功能 绿色瓜棚下 居民们正忙着采收成熟的蔬果 你可能很难相信 这么棒的球果园就位于公寓的顶楼 把活动中心屋顶当成开心脑场种植蔬果 不但居民们很有成就感 也为发烧的地球降温熄火 热岛湘域就是因为水泥化太严重 所以相对的没有办法把阳光的温度给降低 所以你推动绿屋顶的时候 阳光直晒的整个造成热的能源就被减缓 新北市的绿屋顶计划总共有67处 一年减碳209顿 其实只要好好利用底楼空间 不但能减碳降温 想在都市里拥有一处农田果园 其实一点也不难 另一个绿域盎然的屋顶还有这里 建坛里活动中心的顶楼 小小花园里种了十几种植物 不论是半夜落实还是九重梗 都让环境变得更美丽 室内外至少十度的温差 也让电费跟着大幅缩减 我们有绿屋顶以及垂直绿化 加上我们太阳能发电 总共大概在红东西的节省 大概节省到27%的电量 除了阶能三十几度的高温下 有了绿屋顶就算不开冷气 也能清凉一下哦 二楼真的比较凉快了 也不用经常开冷气 最大的差别就是景观非常的漂亮 因为天气热 大家开冷气 上用电量越来越高 如果能透过太阳能发电 再加上其他的绿化措施 就算不开冷气 生活也可以很舒服哦 想要降温 除了开冷气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呢 只要用对方法 皆能又舒适的生活 不是梦哦 电视上常常都会报道七鹰的问题 怕冷真的让人感觉好难过 你能想象在世界上 有些七鹰就和被欺养的宠物一样 公开在电视节目中 等待有爱心的福奇热养吗 八七试探有一个电视节目 节目上把七鹰送给没有孩子的夫妻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电视节目的录影现场 来了好多爸妈跟小孩 气氛一片温馨相和 不过你可别以为 这是亲子座谈节目 因为制作单位的目的 是帮七鹰找养父母 比对无法生育的夫妻 小心翼翼地从主持人手中 接过小宝贝 这个举动让现场来宾掌声连连 有着甚至感动得红了眼眶 但是也有人质疑 这个节目为了抢收视率 不择手段 送婴儿炒作算行 这个节目一播出 立刻引发无数争议 有着认为应该专循正规的 七一领养制度 但是也有民众觉得 将孤儿送给没有子女的家庭 是爱的表现 尤其是那些通过层层筛选 领养到小孩的父母 更是高兴地欢天喜地 在节目中 为轻音公开征求养父母的这项创举 到底是炒作善行 还是爱与和平的表现 各有各的说法 不过经过媒体热议 让当地严重的七一问题 被凸显出来 这是唯一指的清新的事情 巴基斯坦的七一问题很严重 而且并没有领养法令 我们由衷希望他们 赶快建立一个合法的日养制度 让无辜的小生命 得到此来的真正幸福 谢谢I knew 郁姐 你有没有学过手语歌啊 有啊 像这样 幸福有没有在你那边 让我看看他的脸 好棒哦 你怎么会的啊 因为我去参加活动 所以学的啊 像是不能说话的人 或是听不到的人 都可以用手语来沟通 在泰国有一家餐厅 客人也可以用手语来点餐哦 哦 一起去看看 这家特别的手语餐厅 不能说话 听不到明亮的双眼 冰火的双手 沟通没问题啦 在泰国有家素食餐厅 用行动支持梦想 提供工作机会 给成长相亲 因为耳朵听不到 嘴巴不能讲话 不代表不会做事 只要肯努力 做事仔细 多用眼睛 双手勤快 工作达人就是你 我们知道 听估计人员需要 平常的生活 他们需要有成长的 职业 在社会上的成长 所以我们开始 KFC 《每一梦》的竞争 所有员工都要接受训练 才能正式上工 对很多参长相亲 他们最大的希望 就是接受教育 读自己喜欢的学校 找到好工作 不再依赖家人 然后独立生活 听估计 小学生 订阅 泰国有20万听障相亲 想帮听障同胞找工作 农亚协会跟全泰国的企业联络 要找制度健全的公司 整个国家要进步 企业要愿意付出 照顾弱势者 给每个人公平的工作机会 而且不只是出阶低沉的职务 只要有能力 想要当经理都不是梦 大卫刚来泰国湾 根本不知道替他点餐的人听不到 因为他得到的服务一样很好 不用大呼小叫 微笑 眼睛跟手指 加上电脑的协助 也会显示点的餐 给客人确认 所以更没有问题 大家帮大家 世界才会越来越好 希望更多企业参与 用行动支持残将就业 让每个努力的人 都有圆梦的机会 平轩 我们住台北真的好方便哦 对啊 出卖有捷运 还有公车 我叔叔住美国 他们大众运输不方便 只好自己开车 那汽油钱跟停车费都很贵吧 对啊 而且很多车都只有一个人 超级浪费的好不好 那可以坐计程车啊 美国小黄很贵耶 而且也是空车在路上跑啊 那可以共乘吗 就是同方向的人 一起搭车的那种 对对 他们有个新的软体 专门帮人配对共乘哦 这么人性话 赶快去看一下 好吗 OK OK 所以我会在Laguna & Post 共乘车好方便 大家都来当司机 连上网马上到 现代科技小小脚 我们已经在车车车了 我已经在车车车了 已经五十年了 五十年了 我还没想到你们 五十年了 现在流行用手机上网 叫共乘车 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我必须找一个车车 我必须找一个车车 这很可怕 这会很长时间 这会有很深的想法 我必须从A到B 他们做得很好 而且他们做得很好 这个他们就是 纸公司收取百分之二十 他提供新的运输方式 只要能连上网 这个软体除了替公司赚钱 也有环保跟社区的概念 80%的囧牢都是空閉 的 而我们开始ions Row to create a system for matching up people who need to ride with people who can offer a ride 这种用共乘车平台 这种用共乘车平台 留换隧道的新兴小环 有粉红色的小胡子 用转体轿车 乘客不是副车姿 而是用乐捐的方式 谢谢共乘车的服务 と用 Muchas noble north 我很快ão registered Artist 等animals 通過他們的付款,我肯定能夠維持 我能夠維持我的車費, 這可能會有點困難 有人要搭車,那誰來開車呢? 答案是,只要自己有車,有汽車保險 沒有肇事記錄,沒有犯罪記錄 是安全駕駛,有時間,想賺點小錢 誰都可以當司機 嗨,Brian,這是 Shelby with Lyft 我剛才到達了,我剛才在 Leavenworth 每次我坐在車上,確實有一個交談 大家都很友善,很友善 你確實感到,這是很興奮的經驗 路上的空車變傻,空氣污染也減輕 乘客省事省時間 工程駕駛賺小錢,應該是天下大熱 但是,工程出太多,對小黃四季公平嗎? 所以,我們不想把技術 我們只是說,做法的方法 有工程法,我們在社會中有法律 所以,工程車也應用到車駕駛駛 工程車沒有計程車直到 不用付營業費用 沒有相關規定,也沒有繳稅 但是,搭手有收錢 難怪會引起正牌計程車司機的抗議 工程車帶來許多問號 但是,大家還是喜歡講 如果駕駛乘客都開心 就會互相按讚 如果常常評分太低 就會被列入黑名單 變成拒絕往來戶 工程車才剛起步 還有很多問題要克服 才能讓大家皆大歡喜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節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支持明明 scars 我老是有侧賣 我們讚賣 大家記得 我們要跟二人進行 inspired by 家庭 我們要讓各位觀看 很快 只要排名單 可以讓我們結束 在台灣行為 我們要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